持续带来关心这个屏东明阳国际高尔夫球场的现场搜救状况 那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目前呢 在这个大门口前是已经停了两辆的救护车 就是因为呢 稍早前这个消防 他们是表示呢 在差不多六点多左右的时候 在这个工厂内部的二楼 又发现了一具的男性的遗体 那他呢 疑似呢 就是里面失联的其中一名员工 而待会呢 这个待会这个大体可能就会 送到这个救护车 要准备来载往这个殡仪馆 那目前呢 依旧有两名员工呢 是失联的状态 现场的怪手就是持续的来开挖 要把这些崩塌的建筑物啊 还有这个像是被炸飞的屋顶 还有一些残海 要来一一的挖除 寻找失联的员工 而在爆炸过后呢 其实这两天火势是一直持续的在闷烧 甚至昨天还一度的停止救援 因为现场真是下起了雨 就怕这个水 还有里面的化学物质 会相互起反应来发生这个危险 等到确认安全之后呢 才来继续的救援 而在消防这些消防弟兄呢 在经过28个小时的这个漏液抢救呢 火势呢 终于是在昨天晚上9点多 将近10点的时候扑面 不过可以看到现场 其实还是持续的有一些黑烟窜出来 而且外面也是一片雾茫茫空气 看起来其实没有很好的 其实据了解呢 这两天在高平这两个地区呢 也动员了超过300多名的警销 以及上百辆的消防车来落叶抢救 甚至呢 有些弟兄呢 也是累到都没有时间休息 只能躺在地上席地而睡 甚至睡不到两个小时呢 就要来继续的救援 而这起爆炸意外呢 也造成了这个四名的消防弟兄殉职 在昨天傍晚5点多的时候呢 也是找到了最后一名消防弟兄 那也确认呢 这四名平二分队的消防员呢 也是全部的都来殉职 不过呢 因为目前遗体还不完全 除了最早救出来的这个赖俊茫呢 已经确认了身份 后面后续找到的三名消防员呢 包括这个陈伯瀚 中级员 还有这个施宝祥呢 这三个人都还有需要这个经过DNA鉴定 才能来辨识身份 那另外呢 还有消防员受伤 是左前臂断肢 还有两人在插管急救 而这也是继这个桃园进棚大火之后呢 台湾消防死伤最惨重的一起事故 那现场呢 依旧是持续的在搜救 那后续的状况呢 我们也持续为您掌握